第三百三十一集,蓝望鸡和魏无羡的合奏专辑,望鸡未了情终于闪亮登场,全网发布,也有CD发行,魏无羡千不甘万不愿还是让蓝望鸡笑了出来,只不过是,蓝望鸡没有充分展示,他那射人心魄的笑容,只是嘴角微微一弯,既算是笑了出来,也让魏无羡放心不吃醋,他永远是他的唯一。 魏无羡战力吹笛,蓝望鸡抚琴是坐着低头弹奏,那一抹浅浅的笑痕若有若无,让人充满了想象,于是,在专辑售卖网络大塞车之后,网上开始了另一番的热评,每一个买到专辑的听友,都开始争论专辑的封面蓝望鸡究竟有没有在笑,有人说,哪里有在笑,巧度而已,有人说,蓝院长就不能笑吗?那么多话。 有人说,我就是云申国学院的,蓝院长确实不会笑,有人说,不就是一个低头而已吗?笑什么笑?有人说,蓝院长会不会笑? 问魏先生不就知道了吗?他最有发言权,那热语的尽头好似是在研究蒙娜丽莎的笑容,可以争论个第九天长。 这天魏无羡捧着手机刷着评论,笑得在床上直打滚,他刷了又刷,忽然,他在一个新帖上停留了下来,那个帖子上是放了一张,望线魏了情CD专辑的图片,写着,专辑到手。 那平生所愿,感谢两位,是你们的音乐,让我重新站了起来。 博主的账号是,江南一梦,魏无羡眼睛一转,叫来了蓝望鸡。 蓝战,你快来看,怎么了?蓝望鸡手里拿着一本书走了过来,你看看这个博主,猜猜会是谁? 蓝望鸡拿过魏无羡的手机一看说,苏小姐。 嗯,应该是。这些年,她会不时打电话过来问候你,也是个有心人。 她,还好吧,挺好,也都结婚生子了。 那就好。 苏尔炫当年受伤恢复期间,望线两人不时抽时间去苏家吉他现场合作疗伤,起到了大的作用。 后来蓝望鸡自己躺下了,苏尔炫只好用之前魏无羡发送的录音去听。 虽然效果没有现场演奏得好,但还是非常的难得。 苏尔炫心怀感激,念念不忘。 蓝望鸡不写那段岁月,她也不时问候。 这会望线出了专辑,她当然会买一个珍藏起来。 这个对于她来说是非常的重要。 江南银梦的评论区也是热闹非常。 不少人问,楼主,你跟蓝院长魏先生认识吗? 为什么说是他们让你站了起来? 有人问,楼主,你以前就有两位先生的音乐吗? 这么幸福。 有人说,楼主,你是什么人,能早就拥有他们的音乐? 面对热烈的讨论,楼主回了一句话。 仙剑妙音,清静心,度劫难,仪式珍藏。 蓝湛,苏小姐还真是个好女子,可惜。 可惜什么? 可惜我有了你,要不。 嘿嘿,魏无羡扮了一个鬼脸。 迅速跳下床去看着蓝望鸡哈哈大笑。 蓝望鸡不动声色无波无澜地说。 是可惜,魏总那些年没动过心。 知道蓝望鸡又吃胃,魏无羡更来了劲。 他跑到窗边的椅子上坐了下来。 瞧着二郎腿说,当然动心了。 那么美的一个女子,我又不是无情之人。 然后呢? 然后我每一动心,我就连忙拿出一个人的照片看。 一对比心就不动了。 谁的照片? 蓝望鸡走了过去,伸出手要魏无羡给他照片看。 魏无羡装作不愿意,不让看。 说,那个人只有我自己看的,谁也不许看。 魏无羡这样一说。 蓝望鸡更是要看,扑了过来就要抢魏无羡手机。 魏无羡大叫起来,把手机藏到背后就是不给蓝望鸡看。 蓝望鸡想了想,不理他往门外就走。 蓝望鸡到急了,叫着别走啊,这么不好玩。 给你看给你看,蓝战,你过来。 蓝望鸡停住了脚步转身往回走。 魏无羡打开了手机,点开了私密相册,找出了一张相片给他看,不就是他吗? 蓝望鸡一看,既然是十六前他们在浴缸大战时,魏无羡给他拍的惯照。 蓝望鸡的耳垂其实红了起来,并慢到脖子下面。 他大手一伸就要抢手机删照片。 魏无羡也明手快,早就预防他有这一招及时摁上关机键,把手机藏到背后。 你什么意思? 这是我的东西,你怎么这么霸道? 想抢就抢,太不像话了。 这是我的私人珍藏。 我的作品,他陪了我整整十六年啊。 你居然想来删掉他。 听魏无羡这样一说,蓝望鸡不禁心里一酸。 原来魏无羡这十六年来,就看着他当时细细的惯照,度过漫漫长夜。 不删了,照片你留着,想看,我在。 嘿嘿,蓝湛,你懂事了。 确实,看相片是画饼充击,不如看活生生的蓝美人。 但那些年没办法,蓝美人是个睡美人,怎么叫他都不理我。 什么表情动作都没有,我只能看照片了。 这照片中的蓝美人可是情态具备,默默含情,足以为相思界即可。 有嘴滑舌。 蓝望鸡对着滔滔不绝的魏无羡,真是没办法。 说了四个字定了个吊算,做个总结停战。 魏无羡看自己又取得口头的胜利心情大好。 得寸进尺,继续挑逗。 其实,看照片跟看你的人是不一样的。 照片是供想象的,而你呢? 是供实践的。 比如,我现在就想先看一看照片,然后再实践一下。 如何? 魏无羡的眼神极尽嫌媚挑逗之能是? 蓝望鸡心神为之一道。 耍嘴皮功夫蓝望鸡比不上魏无羡。 做事,蓝望鸡从来都是实打实毫不含糊,反应果断神速。 其实,魏无羡还没从得意的情绪中反应过来,就发现自己的双腿已离地,正前往浴室的方向走去。